現在繼續開會 對行政院院長專案報告 繼續執行 請政委員民眾執行 審檔時間為15分鐘 好 謝院長 麻煩請蘇院長 還有邱泰山邱主委 好 請蘇院長 請邱主委 院長好 喂 你好 很高興在這裡有機會再跟院長質詢 首先本席表達我非常支持 國內養豬產業的升級跟轉型計畫 所以這是今天的專案質詢 所以我非常支持 另外我要請教院長的是 中國大陸宣布 從3月1日起 暫停對五國鳳梨的進口 請問院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鳳梨產量品質非常好 過去交往中國也受歡迎 我們過去交往國外任何地方 我們都自己詳細檢查 中國也有檢查 一向合格力都近百分百 但現在突然 這個突然之間 通知說 因為有什麼嚴固 而他不准進口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 而且這樣對我們實在是很無理 我們覺得 我們會要求從各方面 我們希望能夠合理來進行 但另外一方面 對於鳳梨龍政府也會想盡辦法 來從各方面資源 減少他們損失 同時也呼籲國人多支持 也請委員支持 謝謝 我支持你的看法 該表達立場 我們還是要表達 接著請邱主委你的看法 確實 從剛剛院長所講的 我們這個 消往大陸的這個鳳梨 在過去呢 表現上都是99.7以上的合格率 那縱使 有稍有一些瑕疵 但是因為 兩岸 他簽有有關於農產品的這個檢疫 跟檢驗的這樣的一個合作協議 我相信雙方的業務主管機關 絕對可以選這個機制呢 去做後續的這樣的一個協商 跟這個應酬 好 我要請教陳主委 您的判斷 那未來中國大陸 會不會在擋 其他項目農產品的進口 跟委員報告 這是一個純粹 我想委員也是貿易金融專家 這是一個純粹國際貿易規範裡面的 動植物防疫檢疫的 所以針對我的問題 對 我只有15分鐘 我就是會不會 再擋其他農產品的進口 我們認為從02年開始兩岸加入WTO 到現在的大部分的農產貿易 都是市場貿易 除了少數之前中國所謂的一些農產品政治訂單以外 全部都是農產貿易 市場金是底下 所以兩岸越走已經 相關的進出口 都是在一樣的成長 我想因為有兩岸的農產貿易 雙方的人民才會 為你還是針對的問題 會不會擴及其他項目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其他的所謂的灰市場因素 但是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今天 昨天我傍晚第一時間 說到這個 我就不讓你打 只問你會不會嗎 你不要一個 你不要一個 不會 我們還是認為 對市場機勢非常的深去信心 但是我 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那個三個介殼蟲的這個議題 是 對岸可能沒有把國際貿易規範了解清楚 你不打算 下去好了 主席請下去 另外 我要請問院長 國安團隊這次改組 當然重點在你旁邊的邱主委 我跟邱主委認識很久了 請問院長 改組的政治意涵是什麼 國安團隊 改組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他的意涵是什麼 我想 總統對於國安團隊 希望有整個再鋪排 能展現更大的 政策推動 以及各方面 因應 新的 這個要求 總統 的人事鋪排 我們 覺得 總統這樣的鋪排 是希望 能對於 整個各個部會 的工作 都能夠精進 再進展 好 兩岸政策 未來會不會進一步調整 總統一再的希望 我們兩岸 不但是維持穩定 更希望能夠進一步 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是總統一直在努力的 好 邱主委 你掌舵之下的 兩岸政策 會朝哪個發向 發展 我想還有問題 這個兩岸都希望能夠 未來能夠 和平發展 這個是 最終的共同目標 那我們都會朝這樣的一個共同目標 來激進各種的 這樣一個準備 好 另外 就是 我想請教院長 你認為 理想中的兩岸 關係的狀態 或者是形狀 你認為是 您 想像中 或者你理想中的狀態是什麼 我覺得 兩岸之間 其實彼此有非常好 可以互相了解 因為 都可以講同樣的話 其實生活習慣各方面 都很相近 而且 距離也這麼近 其實不要敵視 大家往好的方向發展 實在是兩地 那彼此互相尊重 互利互惠 有的是機會 就如同當年 中國經濟 在 希望能夠得到外界各方面 助力時 台灣台商 是最快 在中國 有各方面 投資運作 所以對中國的發展 當時實在是很關鍵的作用 今天 中國是 全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 甚至於 它還有更強的能力 機會 台灣一直 對中國 沒有任何惡意 也沒有任何侵略 對中國的意圖 跟 這一方面的作法 中國 如果能更展現大國的自信 其實兩岸 多一點往來 多一點善意 對彼此 人民 甚至於 對我們兩國之間 都一定非常好的 基本上 我贊同 你的講法 中國大陸 從1979年開放 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這幾十年來 做了重大的貢獻 我同意你的看法 接著請教院長 到底會員是 我們國內也現在稱武漢會員 或者新冠會員 但是你也清楚 國際上 拜登總統上任之後 已經不再稱他是武漢會員 然後我們整個行政院 或者是政府 也有必要要跟進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官員 還在稱他武漢會員 我們要不要 利用這個機會 拋出善意 全部改成新冠會員 這麼對外的說法 院長贊不贊成 其實這一件事情 只有防疫 沒有政治 因為武漢會員的稱呼 其實是多少年來公共衛生領域 對於發生在哪裡的疫情 都以當地稱呼 這個情形 甚至於委員最領先 最專業的經濟學的領域 比如荷蘭病 也是以荷蘭為名 而武漢會員 是因為當初 起源於武漢 武漢也是最早封城 所以是這樣子稱呼 我們並沒有歧視 或者侮辱等的味道 像這個疫情 疫苗 這個病毒 到了英國 變種病毒 也是稱為 英國變種病毒 也沒有任何歧視 正如同多少年來 日本腦炎 德國麻疹 香港腳 都一樣 但像現在 就前年 開始的這個灰州豬瘟 是中國 往台灣這邊來 我們也不稱中國豬瘟 因為他的邏輯清楚 但是 拜登總統為什麼改 是這樣委員 拜登總統是因為前 川普總統 甚至講 中國會員 或者用其他的做法 曾經在美國國內 引起相當大的衝擊 拜登作為 跟他競爭的對手以及 就任後 要收拾美國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用行政命令 來表示 這是美國做法 我們現在 講武漢會員 也沒有任何 惡意的意思 好 這樣講COVID-19 也可以 議員長也一再澄清 說沒有惡意 其實 兩岸關係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其實是 兩岸關係 能夠朝穩定 和平的方向來發展 其實是雙向 而且是福利 所以我在這裡 要請問院長 您 要不要利用了機會 也呼籲 中國大陸 也要有相對的 友善作為 院長 你要不要提出呼籲 我們很希望 跟中國 非常 友善 互利互惠的往來 彼此 都能夠再 互相尊重 互相 這個友善的 這樣子做法 其實台灣 從來沒有對任何 中國有任何壓力 但中國 始終不斷對台灣 從一開始 源頭的 從不放棄武力 以及各種做法 但這樣子 其實 只對感情 友善 對兩岸 要往來不利 其實 做為一個大國 他應該多一點自信 可以知道 台灣 並沒有任何對他威脅 也希望 共機共建 不要這樣擾台 這其實都有利於彼此 對中國 也不必如此浪費 沒有錯 邱主委 您沒有補充 確實 我想 雙方相互尊重 善意理解 朝向 互惠互利的 這個目標 其實是最有利的 那我想蔡總統也提出 這個能夠呢 雙方能夠和平對等 那民主對話 我相信這個是 兩岸未來呢 其實是可以共同努力的地方 因為 兩岸的和平發展 確實不會是單方 的問題或責任 確實是需要雙方的 那俗話說 一個銅板 絕對敲不響 那如果希望說兩岸能夠 朝向正向的發展呢 確實是雙方要來共同努力 好 謝謝主委 主委你就先請回去 請問院長 行政院政策上 是不是已經決定 要提出紓困的4.0版本 我們對於整個國家 在過去一年多來 很謝謝立法院 各位委員也都支持 我想 我們過去的這個做法 覺得做得很對 但 國際疫情 並沒有說 已經很趨緩 而受到衝擊的產業 確實還有 我們會盤點各種狀況 但不是說現在提出4.0這樣 而是盤點各種狀況 在貴院所通過的條例 在這個期限內 我們還在這樣進行 如有必要 各方面 再加強 或怎麼樣的做法 我們都緊盯 隨時應應 謝謝院長 不過這條例 他的實行期間 只到6月底 到今年6月底 這樣來得及嗎 不提出修正 來得及嗎 我們會掌握這個時間 同時 如有必要 我們相信 到時候 我們會即使提出 貴院也請多多支持 好 那假設未來 真的 要協助 你認為會聚焦 在哪些產業 受衝擊的產業 比如 現在 國際之間的旅遊 都還沒有開放 都 這個 旅運業 旅館業 確實都還有受衝擊 那另外一方面 還有其他的相關 受到衝擊影響 我們都有盤點 隨時注意 那政府一定 現在在各方面情形 我們都會 試疫情的狀況 然後整個來運作 隨時對各行各業 我們都一定會即使因應 好 謝院長 我相信你也知道了 台積電2月23號已經啟動 水車在載水 那這個影響的層面會非常的大 那可能會影響IC產業產能 也會影響其他產業 請問院長 政府怎麼樣來協助 謝謝委員 我們這一次對於漢象 因為及早因應 尤其對於農田灌溉 很感謝做影響地區的農民 都非常配合 我們經濟部 提出的相關關案 也及時有效 所以我們停灌措施等 所節約的各種水源 目前 你可以看出 不是像上次 干案時期 各個水車奔走移 科學園區之外 之類等等的情況 但我們還是 是疫情 我們都會掌握 跟院長說明 因為整個 我特別給委員報告一下 台積電這個不是已經在 它需要在運水 它只是在演習 所以如果怎樣 它還是有點操前 在演習這樣子 院長說明 因為整個氣候極端化之後 未來缺水的情況 會非常嚴重 但是 行政院的前瞻基礎建設 本來是2508億 這一次反而 調降為1939億 減少了569億 顯示政府不重視水源的開發 院長要補充 非常重視 而正因為政府都有做 所以相關的我們的 好 謝謝曾委員 繼續請莊委員最雄質詢 謝謝院長 有請我們行政院 蘇貞昌蘇院長 請蘇院長 還有我們農委會 陳吉仲陳主委 出委 院長好 委員長你好 我實在 今天 這段 這段 今天要感謝 李家 陳吉仲 主委 怎麼說呢 我在拜二月的時候 三月去給你 歡迎說 屏東 我那裡 很多很多我們的農民 說到 翁來 還要出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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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搶實 你就隨便 叫婚姻長 高台 陳吉仲 主委 結果呢 昨天晚上 其實我們就從 這一些通路業者 就知道 從三月份開始 台灣的鳳梨 就中國這個地方 它不在進口 所以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一个错愕 所以第一时间我就去请教了我们 陈吉仲 陈主委 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每一年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凤梨 你说从108年五万斗 台湾的金额14亿到达15亿 那109年是四万一千吨 那价格去年比较好 所以才是19亿 那突然之间 国台办给你发一个声明 说我们台湾出口这些翁来 有什么的生物 影响到它的整个检疫 所以就总而要给我们听起来 我要来请教陈吉仲 陈主委 本席就认为这件事情就特别有蹊跷 怎么我们长期一直在出口 那这几个月也没有听说 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这些凤梨 或其他农产品 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反而往回去推 说在10月份我们有产生 我们凤梨有这样的一个生物被剪出 主委你有觉得这好奇怪好奇怪吗 很感谢委员关心这个问题 其实昨天傍晚 我们第一时间有收到来自对岸的海关总局 海关总局跟我们防检局 在两岸的农业里面的动植物检疫的管道 还是都顺畅在沟通 但是他这次来直接片面的说台湾的凤梨 有三种戒壳虫 所以要把我们在3月1号开始停止台湾的凤梨输出到中国 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第一个 这样的做完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 这样欧南不是敢不去中国 其他16个国家 包括日本新加坡就没有 去日本 一般遇到有戒壳虫 那顶多薰针就可以进去 他连这个也没有采取 所以主委你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的情况 如果发生这些凤梨 我们是外销到日本 外销到新加坡 他们也不会片面终止台湾的凤梨 不能到日本 不能到新加坡 是 他想给他新增一个 就没问题就去 何况中国本身 他也有两种以上的戒壳虫的这样的一个病害 这第一 更厉害的是 刚才委员说 我们不去 中国往来真的是买不败 但是 在去年十月开始 到现在减十五百几倍 六百几倍五千几董 百分之百都合格 怎么会四个多月都百分之百合格 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就是 在冰冬高雄开始要大量采收凤梨的时候 那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我们是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的 比较没办法接受 所以昨天晚上 那跟总统院长报告完之后 我第一时间 也请黄检局回信给 中国当局 希望针对这个动物植物检疫的部分 双方是不是尽快的用视讯和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议长更有关心当局委员说的 所有的农民的 他的价值 我们绝对会把所有的今年的产地价格 维持在前两年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要来救教院长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政府啊 自从你上来以后 你强调的是 有政府 会做事 我相信你主政这段期间带给民众的想法就是 那个安心啊 哦 孙姻长 你让民众对你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你会办事啦 啊就是说安心 好啦 本事要问的就是说 重点来了 今天一斤 十四到十五 三个翁来一定大村啦 天气越来越暖嘛 所以我这边要具体要求啦 就是说这件事情很有蹊跷 就从金额来看 它又不大 它又十几亿而已 所以你说中国不用想任何理由来打压凤梨 这个 我看还第一个还是要尽力去做一个沟通啦 不管什么要管道一定要去沟通 可是站在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 本时要来具体要求 我们出口去中国这里跌10% 金额这10几亿 刚才主委你告诉说 一定保证到 就去年到整年 的三个价格 不能低于去年跟前年 院长 主委这样 这两个价格嘛 一定你能够强力来背书一个 因为 很明显的如果政府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强力的作为的话 我们很担心 后天 整个翁来的价格一定会弄 啊 感谢委员 这样为了我们 三个翁来龙 尤其我们屏東 也是大出三个 这样来讲话 确实 我们正外表是三点 第一个人 虽然中国 湘湘做这样的事情不代理 但 政府 站在保证 我们 翁来龙的收益 我们一定以期 让翁来龙 他们的收入 介绍 和去年整年 平均 我们不会让他们吃费 没有问题哦 对 第二点 我们是希望 中国 可以像我们 台湾 参修的翁来 都不是只有收入 中国一国 全世界十六国 中国 对这种处理 就有一定方法 不好 做这样的手段 虽然中国 那就对二手 他们两下 中国也没有 怎样 跟他们 走贪 但我们 不要这样说 总希望 中国照不来 第三 希望国来 我们全国同胞 在这个时候 都用翁来 都消 输用 最好的东西 让人民 过这个困难 谢谢 感谢议长 我相信一个政府 它最大的功能 就是要让民众 可以 最起码要安心 所以 议长跟主委 这样保证后 我相信民众 他一定会心里头 会比较踏实 但是我也在这边 要提出要求 就是说 我们这样 都市 虽然说 出口是十% 但是我们九十% 其实外销都是到中国 凤梨 这个部分 其实我也要求 我们应该多开辟一些 开拓其他的海外的市场 然后呢 虽然我们要 院长跟主委保证 今年产地的价格 已经不会低于去年跟前年 但是我们也期待 现在不是修来之后 去它销毁 看能不能 马上去启动 整个加工的一个数量 我感觉这样 对 不是说单纯 说单纯 我跟你保证 你的价格一定到 比不比 去年到一年 比较低 政府能不能说 我去把 加工的数量 比去年 比前年 还要更大 然后去开拓 更多的海外市场 我认为这样子 对农民 对长久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 注意你的看法 老委员报告 其实 如果总统议長报告之后 我们农委会 全部全面总动员 所有的外销 拓带都较低 今天再次 外销来 消费拓带都在 我们高雄改良中 开会 所以第一 委员说的最对 虽然 往来 没去中国 占整个外销 市场 超过935 但是我们这到今年 设定 中国以外市场 要买3万档 今年才4万2 今年要买到中国以外市场 3万几档 这3万档也出去了 保证 计划一定 留下来 因为外销有在套的时候 来消费计划就很好 第二 委员说的加工 加工平均 往来去加工 这6千档 今年我们要做到2万档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不是说加工做2万档 全部都用外销的这个价格 跟价格 跟价格 第三个去买 这样时 全台湾42万公顿的 往来 价格 才会 尤其在这两年的居住 另外 当我英寅有说 是希望说全国现在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第一波 全国所有的浪费潮汐 开始买往来 超市 量饭店 餐厂 刚刚来的 大厨厢已经都能让我说 他们买来买台湾的翁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大家用具体的行动 用我们的新代表 做会照顾安台湾的农民 加油啦 我们也期待 不只是农委会 我们在场所有的各部会 你们大家都可以这样 崩上井发条 你们一定有刚刚刚刚这样 给大家保证 说 价格不能比旧年到旬年较买 我们也期待各部会啊 你们一些亲情好朋友啊 大家可以 够来到旬年了 那我们台湾的旬年 真的是妖独的啦 农委会主委请委 我请我们程时中 程部长 院长 最近哦 包括大家在讨论这个疫苗 还是说这个防疫啊 其实 不管是民众 或者说我们台湾 对我们政府的一个防疫啊 做出来那些民调 给大家骂牢了 连国际上 世界上 别的国家 说到台湾 说这个防疫 人也骂牢了 刚刚我们来 我们自己国内政团 无条来的担务 开始对了 我们政府一直叫 但是在野党批评 那也无可厚非啦 但是本期有一个问题 一直要想请教的就是 我们今天这个报告里面啊 我们在谈这个疫苗 现在疫苗 大家都说是卖方市场 我才听很多 在野党的朋友 在接触的时候 他说到 说 AZ 到底这个疫苗好还是不好 你如果说他不好 那就是全世界最多人买的 那如果卖方市场 那中国的疫苗 那叫你说 全世界最多人手呢 那就是陈部长 那你的了解里面 中国现在的疫苗 有没有全世界在抢 他有卖到全世界 或者送到全世界 有很多人手吗 有很受的反应 这样吗 大家都稍微看 就是说有欠 疫情又严重的国家 就去看看 所以说嘛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东西啦 本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大胆的猜啊 以我们现在防疫的状况 会碰到一个两难 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对不对 但是我大胆的猜 因为我们防疫的很好 我们台湾 你大家看 你如果起来 本土零 又零 又零 民众会觉得很安心 我问过我周遭的人 我问说 疫苗啦 你买不 他说要对一国的 我说你先不要分对一国的 他说中国的我没有 我慢慢不要说中国的 那灰烈 还是AZ 如果吃的 那个答案 部长你会 可能会吓一跳 我周遭我问到的 他都说先不要疼 别人打了 那吃看看 我真的 我讲真话哦 我旁边 院长我这问的 也许你在笑 也许你会觉得说 有可能 我问到的 真的大家都 我现在问到 都跟他说 先让别人打看看 大家都很有风度 你先打 这样 所以我看到好多报告 是在讲说 如果打不及吃疼 好像如果打不到 到七成的话 防污率对整个国家来看是 不足的 那个 部长是不是这样呢 对 没有超过七成就比较难达到一个群体免疫 那我们如果没有强制了 那你如果没有七成要怎么办 大概一般来讲就是随着疫情的高低 跟这个科学数据的一个披露 都会影响到一般人民的施打的意愿 是啊 那你如果没有七成 你说要再打第二剂 这样会怎么办 有人跟第一剂 跟你打一打 第二剂 我觉得我又没有了 我台湾这么安全 我又没有什么需要 我又没有出国了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 因为民众 因为我们前面防疫的很好 会去影响到民众想施打疫苗这个意愿 我认为很有可能 这一定是正相关 而且我都担心什么 疫苗打下去以后 你整个现在的防疫的措施 你都必须要随着去变动 这我们有在做随时的准备 根据的案外去做不同 当然有 通通有就对了 我觉得这都要优惠与筹谋 我常常民众 因为我就要问你了 我们屁股的民众 很趣的 我们屁股这么横 有很长 他说疫苗可以用逛的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要来问看看 疫苗怎么可以逛 疫苗我们就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不是 我说可以挑疫苗打吗 你如果要逛 轮到你打那种的时候 你做那种就可以了 你如果说可以逛 我屁股大家逛 大家逛 逛到你都一定打A字 我跟你说 你如果都逛A字 你如果不是逛A字 你其他的 你只运输 冷链 只有屁股我就不知道 你要怎么办 屁股不逛 屁股不逛 你很长 一日生活圈 在里面做適当的冷链安排 要去哪里打 那当然就是说 看就是说什么样的 谢谢院长 好 谢谢院长 好 那我们先邀请书院长 还有陈主委 书院长请 还有陈主委 三个上来也应该可以啦 请邱泰山 邱主委 好再请邱主委 因为有关啦 医长你好 委员你好 主委你好 委员你好 邱主委 邱主委 有农民的生计 啊现在 南部齁 大家都很紧张 齁 就刚才我接到说 台南 官廟啦 齁 那个地方是产区嘛 屏东也是重大的产 重要的产区啦 齁 大家都很紧张 这个书院长最清楚 我刚刚都有听陈主委在讲 说突然的 说有甲壳虫啦 什么样子 这个违反这个 检疫的生物在里面 齁 但是很突然齁 但是这个 两个地区 台湾中国齁 两个地方 他如果要用这样的手段 齁 老实讲齁 房不胜房 这个我们看过中美贸易 齁 厮杀的状况 齁 当年齁 也没有多久啦 一年前而已齁 齁 川普政府突然的齁 就提高关税 欸这个造成很大的 中美贸易的 这个纷争啊 齁 我们也很怕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齁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 哦 如果像中美贸易这样对干 那他突然的就 很多我们进口的东西 突然的就不进口了 尤其是生鲜的农产品 因为生鲜比工业产品更严重啊 生鲜农产品你要洗干啊 啊 产季是固定的啊 啊生鲜你就要消费了 不然没办法把它放在那边当仓库里面当备品 工业产品还可以往后延 农产品没法多 所以 我刚才都有听你说 已经 发函 请他们希望 用视讯的方式 或用什么方式 大家来协商 啊有跟你背背吗 回信了没有 你发函去 主委 主委 报告 昨天傍晚 才收到 对方 我们都有一个 动植物房检疫的管道 对方的海关总局直接 信给我们 我傍晚收到以后 昨天晚上立刻就回信 我们把这个议题 当成是两岸农产贸易的 动植物房检疫的议题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科学的议题 来讨论 那我们回给他 就是希望尽快就这个议题 他给你回复了没有 对方回复了没有 因为我昨天晚上回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 还没有收到对岸 再次的回信 但是要让委员报告 他这个真的是在这几年 双方的农产贸易里面的 第一次针对动植物防疫 提出这样的一个 我跟你 我知道 你说的我都知道 川普跟 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争 也是第一次啊 突然的就提高关税 25% 40% 不要想像说台湾跟中国大陆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时候我们怎么办 他的政策如果是朝向这个方向 要穷台呢 不要给你借口 影响最大的一定是 生鲜农产品 不能够储存嘛 不能够延后出口嘛 邱主委 针对这个事情 这场地有关 你们有没有在第一时间 透过你们的管道 跟对岸联系 说 怎么突然 而且3月1号马上到了 没有缓冲的时间 来不及因应啊 这种做法 老实讲有一点不友善 不友善 你这边有管道吗 我先跟委员报告 因为两岸呢 签有针对农产品的这个 检验跟检疫的合作协议 那在这个合作协议里面呢 双方的业务主管机关呢 针对贸易上的问题 那他们可以先行 去做他们的沟通跟协调了 有开始沟通了吗 那这个就是由 我们这个农委会跟对岸的 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 那如果有后续有需要 我们陆委会来协助的 我们一定会来 我要提醒 院长 也在这里 我要提醒的 就是说他这个 是不是一个开始而已 这个委员是这样 我们昨天突然接到对方 这样子的表示 那我们也 把它定调再说 他是一个以检疫这样的理由 我们就在这个层次 要把它升高到政治层次 虽然我们有看到中国 对澳洲像龙虾 像其他外面 那好像是政治的 我们现在不希望升高到这样 所以 还是多跟对方联系 希望大家 往好的方向走 另外一方面 这也是过去多少年来 我们一直主张 不要把所有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 不要过度依赖中国 的原因 好 我希望这样 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 就到这里 希望 农委会赶快去盘点 盘点 未来一年 有可能的输出 深鲜农产品 输出到大陆 如果都发生这种状况 他们有没有能力 可以这样做 如果以中美贸易冲突来讲 绝对有办法 他如果决定要这样做 真的可以这么做 那我们自己要有硬硬的方案 超前部署的作为 不然你告诉我 这是损失15亿 下一个 食材也好 什么其他的 蔬菜 只要是生鲜的 没有办法 储存 没有办法延后出货的 你临时要去找国外的市场 有那么容易吗 要把它全部作为再制品 加工品 搞那么简单 所以 先盘点 及早因应 超前部署 这样损失才会减轻 这个请你们 我会继续 去 这个咨询你们 看你们做了哪一些超前的部署 好 那请陈主委跟邱主委先回座 谢谢 刚才议女的答案 我都有听到 那我感觉 希望两岸关系 可以朝反和和平的方向来进步 我也希望是可以这样子 但是要互释善意 我们要释善意 对岸也要释善意 像你突然的这个进口 禁止进口我们的凤梨这个 这个不是善意 那刚刚 民众委员也提到 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名称 现在 你还是使用这个名称 那美国总统已经改造 COVID-19 事实上也可以用COVID-19 我感觉 当然你刚才都有说 冠例上 这个传染疾病 在哪个地区开始用那个地区当做名称 都有啦 也有不是这样子的啦 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SARS SARS从哪里开始 他就没有用当地做名称 所以我想这个陈时中部长 这个是专家啦 就不一定啦 不一定说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用武汉肺炎 用那个名称来称呼这个疾病 SARS都不是啊 都不是用地区啊 所以COVID-19在国外 是一个通用的名称 他用那个时间点 还有这个病毒的种类 来指称这个流行疾病 这也是一个惯例的一种啦 也不一定说全部用地区 所以COVID-19也可以啦 也很好讲嘛 台湾人要说COVID-19也很好讲啦 也知道那是19年开始的 所以我建议啦 调整慢慢调整 这个委员说可以啦 那没关系 不然说 认识就要跟阿公这样啦 是啦 有些委员是可以认识得好 你说增加农民 叫他说COVID-19 他可能就是 他不要说 有新冠 新冠肺炎 SARS就是因为 所以搞不清楚 SARS不知道是对不对来的 在防疫上 也不一定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对防疫就有帮助 所以这是在防疫上 公共卫生上 一种惯例是都这样 并不是歧视他 所以 惯例就好几种 算实就不是以地区来称呼 而且还算不知道 对不对来的 COVID-19也不是以地区来称呼 当然都有啦 都有啦 都有啦 也不是说没有啦 你举的例子也都对啊 就是像钢脚啊 日本脑炎啊 种种 都有 都有做 整个月报告也是有用 COVID-19 好 来接着我们也来 一点点时间 谈一下疫苗的状况 来 现在台湾 防疫的 前半段 上半场做得很好 这个表都看得到 谢谢 各方面大家做得好 做得很好 陈时中部长辛苦了 苏院长更辛苦 不过 所有的列表的 各个项目里面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疫苗 疫苗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说 还比较不确定的比较多 下一页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要买的疫苗 大概就是这三种 就是BNT的 还有这个AZ的 还有包括莫德纳的 但是现在比较确定的 你看这个 我列了这个表 最确定的 大概只有 好 请陈时中部长也上台 谢谢 最确定的大概只有AZ 预计三月抵台 而且只有20万剂 大概也只能给最需要的 这个医护人员 那其他的都大部分未定 包括AZ本身一千万剂的那一部分 不是COVAX所配额的那一部分 说以签约 但是第二季供应 这个确定了吗 一千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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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已经签约 而且也付了定金了 付了定金了 再来就是莫德纳的部分 505万剂 这个已经签约 第二季供应 这个确定了吗 这也是确定的 那菲瑞的部分 500万剂 这个就比较不确定 现在还在等 还在等 你们现在菲瑞的是 跟直接原厂公司 还是代理商 我们现在还是跟原厂 因为原来的合约都已经在了 等原厂看怎么处理这个合约 合约已经完成了吗 还没完 就是签订合约了吗 付了定金了吗 就是合约是走到什么 就是还没有 就等于是 还没付定金 BNT总公司 把合约的草案 根据双方谈好 他把草案合约拟好 所以送来台湾 那我们这边 机关署也签了字 送回去 那现在他没有 没有决定 应该是这样 一般签约 付了定金 才正正完成签约 其他都是在 那个签约的内容 不过国际的合约 很少到最后 在换约的时候 再有所改变 希望可以很快的确定 因为现在 这几种 这个疫苗来讲 大家对这个 辉瑞的 或是莫德纳的 好像信心比较强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对AZ的这一部分 大家比较没信心 早上很多委员都在问你们 AZ的 但是比较没信心的 比较早 没办 还是要如何 有的医护人员说 我可能要等一下 那问院长 问部长 其实你们也是防疫人员 你们也第一线 这个指挥中心 也可以算防疫 真正的防疫人员了 你们也能算第一线 要不要先打 还是要再等 如果你们展现 这个信心的话 这当然是不错的 如果 如果 这个 我要尊重专业 就是陈时中部长 部长 你如果认为说 我们先进来的AZ 进来了 应该普遍的鼓励 最少医护人员先打 对他们有帮助 对防疫有帮助 那你就应该要率先 可以的话 率先打也没关系 不然有说 医护人员 你们应该先打 但是我呢 就保留一下 等辉瑞的进来再打 不用拔了 我不是这样说 应该是说 如果第一次一回 是啊 那煮了 他说不够 我们就不能唱 那不能唱 大家一直煮 每天都这样 在别的国家 总统啊 总理啊 都率先打 很多都如此 那个倒不是说去抢那个疫苗 怕死 不是 那个反而是展现你不怕死 要说我先打 大家要有信心 如果是对疫苗有信心 对啦 有信心 不好意思啦 我说这句话 我手回来 就说我有信心 我敢打 不是说我 我 那个 贪生怕死 然后赶快先打 不是这个意思 好下一个 委员 委员 我说 疫苗不足 我不抢 是当然啦 没人敢打 我率先 诶 这个好 这样说就对了 这样可以 对了 那有机会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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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 人家健康 那 有一点 那 有一点 大 有信心不堪 好 谢谢林委员 继续请中委员嘉宾咨询 好 主席 在场的 列席的政府部会首长官员 还有这样的委员 那有请呢 苏院长以及农委会陈主委 和经济部的王部长 好 我要请苏院长在台上 先坐着 等到最后 结论的时候 再做指示 好不好 先上台 好 苏院长请 我主要是问 主委和王部長 也拜託 你在这 最后要請你财息 請你的台庆 台庆 台庆 請你那坐 那也有鞋子 不好意思 要坐 那你两个庆庆是要怎麼坐 沒有啦 你坐在哪 那两个庆庆要怎麼坐 沒關係 你怎麼坐 要坐就坐在那裡 那個 苏院长 陳主委王部長 我想 今天我的題目就是 產業基金要來補貼廠房租金 我們首先看 我先請教陳主委 百億養豬產業基金的由來 你覺得是怎樣 是不是因為 當我們去年八月宣布的時候 豬農育行李 認為 比較便宜的美豬進來搶銷 那我們放寬的時候呢 會慘銷四條 是嗎 類似 那這也是總統跟院長 希望在針對貿易自由化 讓農業可以 所以 基本上是跟農民說 你放心 價錢 沒有辦法 隨意幫你補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呢 我們看一下從2019年 2020年到2021年 結果呢 毛豬的 拍賣價格 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啦 聽蘇院長說齁 今年年初 毛豬的票價格還會上升 所以我們很多人因為利息留在台灣 吃國產豬的人 增加 賺的豬價 多好 主委你懂不懂 印度說的是說齁 沒有因為我們開放 萊克多巴的豬肉 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也是一樣吃很多 我們台灣的國產的豬肉 所以消費量反而 一樣在增加 主委說得很好 美豬開放的 美豬進口的議題呢 因為農民跟消費者 立場一致 消費者不愛吃萊豬 我們台灣農民也不養萊豬 所以呢 國人不吃萊豬 我們一場一致 所以毛豬價格沒有影響 不只如此啦 國人還偏好講溫體豬啦 這是什麼餐呢 來我看齁 接下來呢你推出來的 這個128點多億的養豬產業基金呢 你重點是放在齁 肉品能量的提高 對不對 中國三分之一會放在這裡 沒錯 好 目的是不是說 讓台灣的豬肉也能夠行銷國際 提高我們豬肉的品質嗎 讓國內消費者跟國外 好 沒有錯 我們看一下齁 你的內容包括什麼 要屠宰要冷凍場 對不對 還有店面 你要有溫控設備 第一 我們台灣熱 所以豬肉放在那裡 要保持衛生條件 好 延長它的保存極限 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傳統的市場 也有溫控系統做 國三豬肉可以外銷 外國的豬肉也很方便 讓消費者來買到冷凍豬肉 你說是不是 應該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到肉點的時候 那個溫控是十五到十七度 我知道 外面的豬肉都是冷凍 它沒辦法走到我們傳統的市場 但是咧 我們民眾關係 也覺得冷凍冷凍的都不錯 其實我們國產的溫體豬 這個偏好慢慢的消除之後 國內外的競爭就一致了 我們不要來 他也竟然沒有來的 我們可以接受冷凍 他也來冷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農業政策要照顧的問題 委員 委員 不是這樣 你不一樣 我意思是說 這個政策要照顧 沒有要鼓 鼓勵 民眾要吃冷凍豬肉 可能是會提款 我不是說民眾一定吃冷凍豬肉 現在我們的 農業政策有生活照顧 有生產要素 有農經營的方向 我們農委會在蘇晏洋指示下做得很好 職業安全有保險 我們老年生活有退休主金 對不對 我們的生活品質有農村再造 土地資金能力技術都有 經營風險部分 產銷失調 不管是天災 還是市場價格奔盤 有農業保險 然後食安風暴 我們有溯源的生產履歷管理 對不對 連還有一個環境公害 我們有污染機場 請問主委 你認為說豬農現在通吃辣的 是哪一項政策不做得好 應該是環保的問題 要百分之百來解決 這樣整個跳舞業才有活動 用須利益來經營 對 所以我來看齁 我們產業利益要符合全民的利益 才能滿足全民的福祉 所以說呢 我們農民沒有用來自 沒有用來自 民眾吃豬肉吃得很開心 但是 豬農或我們 污染風景做得不好 大家就會把市場 把市場拒絕做鄰居 所以呢 污染防治跟良好的居住環境 要取得共識 房屋設備是不是很重要 畜牧設備這個要大力的提升 尤其是 我先要請教 你認為說 養豬的規模 越大規模 我們的環境污染 越輕還是越嚴重 規模越大 當然環境的污染就會越少 因為它是有所謂的那個 競爭力的提升 說得很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養豬產業的環境污染 大概兩個部分 一個是壁死豬 一個是豬糞尿 齊糞尿 化智場是負責壁死豬 齊糞尿 是秋木場 我們來看一下全國化智場 全國化智場總共九座 雲林跟屏東各三座 各佔三分之一 什麼原因 因為婚林跟屏東的第一桶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化智場的業者 常常被鄰居抗議 因為很吵 所以我們展慶在2019年 化智場遇到居民抵制的時候 他要用什麼布 他聯合辦理稅修 在那裡沒辦法收 所以農委會 環保祖宗 扭保 改保祖 所以化智場目前存在的情況 是過度集中寡頭的一個影響 那怎麼辦呢 台唐曾經提出過 部長你聽一下齁 台唐提出說 化智場集中處理 我們被化智場綁架 但是如果化智機 分別的就地處理 就沒問題 啊 主委你知道嗎 為什麼化智機就不會炒 化智場會炒 因為我們有 保所有的協助長 直接 我們叫做生物處理機 比較不痛 它下去 處理之後 拿出來 所以 所以 我問過 溫度 我們高溫企劃也不會炒 但是 有什麼 藝術沒有用高溫企劃 用低溫 它叫炸油 要求油回來做肥料 求油回來做治療 所以你在推薦的 必死柱的強制保險 很重要 但是 還是沒辦法改革問題 往下看 現在不同的飼養規 沒有人發現到 一千到兩千的桶桌 齁 大家看 雲林港的比例 雲林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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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港差不多五千 五百到一千兩千之間 但是 雲林港的中小型 特別多 這個雲林港跟王部長都看得到 請問 陳主委 牧場的規模越小 房屋設備的效率怎麼樣 呃 相對規模比較大的是 還有比較可以提升的空間 對 對 所以你看 我們瓶洞這裡的豬場 旁邊的公園 就是什麼 豬塞料很糟 不是說他們沒有正確的房子 污染設備 是因為他們的規模太小 污染設備 防治效果不好 往下看 所以你看 台塘我常常跟王部長舉例 台塘做了一個事情 東海豐農場 花了六億八千萬 齁 一隻兩萬條的豬場 一年可以三千三萬五千頭 還可以產生兩千噸的有機肥 三百八十萬噸的電 來我們來看他的成本 來請大家看齁 他的成本 直接成本降低喔 飼料人士飼養降低喔 間接成本 他投資的設備 他的折舊電位提高 看起來 花很多錢 但是呢 因為育成率好 環境改善 豬肢長得好 所以呢 他反而他的平均的成本 是下降了將近五塊多 電動是倒資下去 成本降的 但是你看民間就不一樣了 民間的協物長齁 他的成本一公斤差不多沒有六十塊 台塘電動那麼貴呢 大家想看看 台塘開這麼多錢 他成本 已經降了 但是都比一般傳統民間這樣貴 主委 你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應該是主委 就是現在協物長要改善齁 他要管理整個都聽到啦 我想議長這位管長都知道 農民燒的地點 他有爭啦 政府給他補助一半 他倒出一半啦 但是怕他開電子啦 他沒在開啦 這過去回去就這樣啦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怎麼處理 來我們繼續看齁 所以呢 為什麼現在過去市場沒那麼多人買完 現在市場就控制 主委 什麼原因 現在 屏東全開地點 很多人在控制 啊 這是會貼到 鐵塞米啊 鐵塞米 過去沒有貼到 我過去聽到 過去農村市場 你們有市場 我們有市場 在平台平台 大家不會收買完 現在農村很多地方 土地出去了 外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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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很吵 而且說現在 枕頭的地點 很多是外面的人 來收工在經營 外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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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越來越來越多了 所以 外面的人來買鐵塞 他沒有要改善嗎 我想院長也知道 屏東 有很多專業的鐵塞 做議員 不用說你也知道幾個 他也很有心 要改善 但是呢 集中 很多的中小型的養豬場 他可以提高養豬頭數的規模經濟 但是他沒有大片的土地 污染防治設備 分散之後 沒有規模經濟 所以他可以降低飼料的成本 但是 他不能夠改善環境的污染 主委 你同不同意 同意 所以可能用 專區或帶大小才是解決的 現在呢 我們中央要支持屏東 蓋一個 屏東生殖能中心 這座的規模很大 他大概相當於東海豐農場的十倍大 東海豐的污染防治設備 花的錢大概是一億五 那這一個 一十八一六的這個 生殖能 單單是污染防治設備 就花了十億 他可以處理二十萬投租 東海豐農場是兩萬投租 但你想看看 他所有的地方 可以處理兩百五十元 將近冰冬關的六分之 但是你想看看 當他要放在中庭的時候 中庭才有兩百五十元 沒有了 中庭的人說 你收的地篩流 都是多鄉的 他要不要讓你放 所以馬上遇到問題 當我們集中設置的時候 遇到地方的反彈 還不止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 中央怎麼說 在今年的二月五號的時候 財政部召開跨部會的協調會 說怎麼樣 屏東現在我希望中央補助多一點啊 但是 番報組說什麼 他說水務 防治要從源頭關起 要募集事業主管機關 請農委會 從養豬產業基金 編列預算補助 按農委怎麼說 農委說 百億基金已經核定了 但是呢 目前 集中處理 畜牧烏灰水呢 還沒納入計畫內容 所以你們到現在 屏東的那個生殖能 處理污染的集中東西 都現在那裡 所以要怎麼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的必死豬呢 是化製廠 希望未來過渡時期 能夠補助化製機 就地處理 長期還是要放在主委你說的 養豬專業區 一樣的得力 蓄分料 我們的資源化 這個 處分料的資源化 過渡時期 我們要設立一個 深層中心 來處理 處理的規模 能量很大 但是呢 會遇到地方的反彈 還有中央需要 強大的財力支持 長期還要放在養豬專業區 所以 我才去聽到 議長話 你在說 口題那時候 說到我們的單主委 過去 口題那時候 這麼多農家 租地 他們的頭路 他們的生活就不去了 政府發了大量的稅金 補助養豬農泥木 但是農民得到的補助 其實有限 更換它斷了永遠的生計 所以泥木這個政策 唯一的說是什麼 我們的母路駕 我們的黨駕駛 有變成它乾脆 但是豬農 受到很大的損害 所以要問主委 未來我們養豬專業的轉型生型 怎麼樣 讓豬農得利 讓我們環境得到保育 你現在 你說的 產業基金 你用這個地方 現代化養豬廠 冷鏈 內外 國內外的銷售 然後呢 國產檢驗 還有豬資的死亡保險 我給主委建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廢棄物的去化 你有什麼想法跟對策 完全同意委員的建議 所以這個百億基金 用在畜牧場端有三十四億 那是針對每一個畜牧場的設備更新 像他搭了高床以後 他的那個排水的那個量 就大幅度的減少 但是委員剛剛建議的 最後的這個 整個生成人員中心 這是給策劉 再利用 這個部分我們的畜牧處 我們農委會還有相關的預算 可以來致印 平濃縣 潘縣長也跟我談了很多次 縣長還交代 整碗滿單 肉農區 我要告訴你啦 這個生成人員中心 還在跟地方克服他們的反彈 我要跟委員長跟部長跟主委建議 專業區勢在必行 為什麼 你老實說 過去都會做法 把這個補助的設備分散給中小長 他的效果不好 對不對 老實說我們今天 不是梨木 而是梨場 我們讓中小型的養豬業者 離開他原來在村落附近的養豬場 集東到台塘土地上 我們新建大型的標準廠房 有良好的污染房子設備 跟東海豐農場一樣 問題來了 他這個資金他省大不了 農委會 可不可以用這百億基金 來補貼農民 進駐廠區 承租廠房的租金 里下養豬農進入廠區之後 他可以有生產鏈的生產 他們都做成合作社 阿祖說 初期政府要補助資金 他現在阿祖就賺到錢 他欠什麼 欠建廠構廠基金 政府開的 他十年十五年之後 他把手房買回來 合作社買回來 第二是政府的 我們政府呢 賣場不賣地 農民 梨木不梨場 梨場不梨木 這樣 你看 年長 你來修課一下 梨場不梨木 請百億基金當中 設租金補助 政府用這筆資金 來建立養豬專業區 蓋標準產房 防止污染 補助中小型的養豬戶 租金補貼 讓他進駐專業區 同時鼓勵養豬農 成立共同的合作社 建立構廠基金 公基金 然後他們如果總有賺 欠缺點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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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不夠錢 把政府呢 這個Q呢 買回來大家贏 政府出土地 他們來經營 請問 贏長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可以請 農委會的政局評估 你對 我們現在 財政務所調整個會議 人說 這個 梵佛書說 這個資金 要請百億基金來出 農委會說 現在中央還沒學長 請問你有支持 對我們的百億基金 來開這條生殖能中心的錢嗎 沒關係 政府敢擱一個 不用補費 還要開 未來 台藤是不是可以鼓勵支持台藤經濟部 盡量比較東海峰的市場 來開發 新型的 大型的標準市場 讓農民 可以來生存 你看怎麼樣 台藤一直都很配合 台藤本身 有成功的經驗 可以 給這做一個參考 所以 王務長 我在委員會幫你這順 志文兩脈至三脈 就是要請 議長的經濟 拜託 經濟部 特效台藤 積極來推薦 台藤來行政現代化 專業化 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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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農委會 補助農民 助金 讓他們整理農民 請問議長主委 你們覺得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總委員 繼續請 謝委員 依奉質詢 請 主席好 我想要請院長跟陳主委 好 請蘇院長 請 陳主委 院長好 主委好 我知道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百億養豬基金 大概一百二十八億左右 我們其中拿了三分之一 要去做屠宰場的升級 及肉品冷鍊的升級 那我想要知道說這四十億裡面 有多少是來補助屠宰場 做HACCP的認證的補助呢 跟委員報告全台灣有五十八場 做這一個 我是問你四十億裡面有多少 HACCP每一場 他最多可以申請將近一千萬 因為HACCP是要 他要符合這個規劃的時候 要做內部的一些 你們自己規劃的示範場 就需要十億到十億左右 各位 說明齁 我們的百億基金裡面的八大用途 是由下而上 辦了四十場 包括有去彰化開的這個說明會 三千多個農民 還有各縣市養豬協會 他們有建議 如果要維護一個很好的價格 他希望農委會這邊 有一個自己可以掌握的屠宰場 而且每天的數量 不是 我的問題是喔 如果你每一家補助的範圍 是這樣子 你預計 你應該有一個目標 在幾年內 你要讓我們五十八家 有幾家的屠宰場 符合這樣子 HACCP的認證喔 因為我們知道 你們現在目前農委會 是以台灣的豬肉 能進到日本市場為主要的目標 因為日本市場的標準最嚴格 如果我們可以符合進入日本的 其他國家就比較容易符合 尤其是今年六月開始 日本的市場 它一定要有HACCP認證的屠宰場 才可以出口到日本去 對不對 你講的沒錯 那一個是對外一個是對內 我剛剛講那五十八家的屠宰場 那你的目標是多少 那對外的就是 你說你的目標是多少 HACCP的屠宰場 認證 如果外銷的部分 只要要到日本 新加坡等都需要符合這個規範 那是一定要的 那現在既有的 所以我的問題非常簡單 就是五十八家的屠宰場 現在有三家 現在有三家符合 對 那你未來呢 未來的話 要看那個外銷的這個市場的 我們的去突破 包括像到輝律賓到新加坡 那回來的這些大型的食品加工廠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很快的 所以你沒有目標 我不是沒有目標 你只有三家而已 你都沒有其他的目標 三家是 我們就算要台灣的肉品 要進口到日本的話 除了去年我們的口蹄液拔針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普通豬瘟 需要拔針 是不是 那叫傳統豬瘟 那謝謝委員關心 我們眼包圓好店 那什麼時候可以拔針 傳統豬瘟在台灣五六十年 那我們已經報行政院 只要院長這一邊 現在在左程序核定之後 我們預計兩年內拔針 把五十五六十年來 沒辦法解決的 所以也要等到兩年內拔針之後 我們才可以出口到日本市場 是嗎 不是 那個日本市場 現在可以出口的 就是像熟豬肉 或者是豬肉的加工製品 它現在是生鮮的豬肉 還暫時無法到日本 但生鮮的豬肉可以到香港澳門 菲律賓等這些國家 那有關的新加坡馬來西亞 正在積極的接洽 而且很快應該就會有消息 那所以除了目前有三家 八家HACCP的認證屠宰場之外 未來農委會的目標是怎麼樣子 我們希望國內的所有的屠宰場 都要符合HACCP 所以在之前 所以你認為在幾年內 可以讓全台五十八家屠宰場 都符合HACCP的認證呢 我們希望在這個計畫四年內的百億基金 但跟委員報告 其實台灣比較小 不需要五十八場這麼多的一個屠宰場 我們舉例來講好了 大台北地區 新北市 台北市都有屠宰場跟肉品市場 所以 他們有需要在大部會裡面 主委 不要就是講了這麼多虛話 問你說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就說五十八場 然後問你說那什麼時候五十八場 你又說其實不需要五十八場 那到底是什麼 答案永遠都會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那除了我們 我們的屠宰場 需要符合HACCP的認證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傳統市場的 我們的控溫要升級 是嗎 沒錯 那在控溫升級的部分 我們知道 是農委會跟中部的 經濟部的中部辦公室 共同來負責是嗎 這個還有包括衛福部 農委會跟經濟部 也就是說屠宰完之後的弱品 透過一定的溫度控制 那比如說十五到十七度 絕對升級數不會讓消費者受影響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請王部長 你說還有哪一個部長 應該是 我記得在委員會的時候 你講的是經濟部 對於傳統市場的 那個控溫升級的補助是在經濟部嘛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目前在過完 我們沒有還沒有編這樣的一個 一個科目預算 沒有編嗎 過完沒有 因為我聽到我們 陳主委 他曾經在我們委員會裡面 對於這個傳統市場 因為這是冷鏈的最後一環嘛 當我們有了 HACCP的屠宰場 還有我們 土體 運送租資的那個車 也是冷凍車以外 最後就是送到我們傳統市場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攤商應該要有一個冷藏的設備 在夏天的時候 讓肉品不會因為溫度的關係 而導致戲劇 讓我們的民眾都可以在傳統市場 買到好的肉品帶回家 是不是主委 你是這樣說的嗎 沒錯 在現在的 九千多家 將近一萬家的傳統的滴肉店裡面 已經有超過兩三百家 在之前把這樣的一個冷藏溫度防控的設備 你就在委員會裡面有 他已經有在做了 你有說過啊 說過說 經濟會 經濟部他們補助這個傳統市場的速度太慢啦 是不是 可是我看到 這個部分是 我看到在這一次的整體的 我們百億基金裡面 其實除了補助我們養豬業者 補助我們運送屠宰場等等以外 還有最重要的 我們就是要注重民眾食品安全的健康嘛 是不是院長 今天早上我的報告就是這兩個區塊 一個是養豬業者 一個是最重要 全國的豬肉消費者 而剛才委員這樣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現在對於 從屠宰場出來的土體 載送車輛到攤商 攤商怎麼樣讓它溫度維持在一定 避免生菌素 這我們就是要在這個計畫裡面來做 其實主委在委員會裡面都抱怨了好幾次了 就是這個傳統的市場 他希望腳步可以加快嘛 所以編這個專款就是這個意思 你有這樣子嗎 你為什麼現在不敢講 因為你在各黨派委員之間 大家都對你頗有維持 你不想要各部會的首長現在對你有維持嗎 是這樣你不敢跟黃部長說嗎 我在講的是在傳統市場裡面 面對的就是消費者要習慣在有所謂的溫度防控底下來購買豬肉 所以希望可以從消費者的這個行為端裡面改變的時候 那我們傳統市場端就可以很容易的搭配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經濟部也會注意對不對 院長你是不是會督促經濟部去注意這件事 這個一做出來以後 大家變成有一個競爭 就是人家都可以這樣子 最後這個生意好 大家爭相要用 我們補助了這麼多 我們絕對不是希望說 所有優良的台灣豬肉全部都出口 我們也是希望台灣的消費者 可以享用到我們台灣優良的豬肉 對就是這個道理 結果差了我們傳統市場的這一環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整個冷鏈的系統 那就差了這樣一環的話 那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就沒有辦法享受到健康的豬肉 所以今天早上的報告就是這一個部分 這個專款就是要用這個目的 可是在這個部分裡面 農委會也沒編 你剛才聽到說我們經濟部也沒編 就是這個專款 現在就是這個專款 就是要來做這個事情 早上我的報告 那這個部分編了多少錢 我跟委員報告 在就如同你剛剛秀的第一個 針對整個屠宅草 34.8億裡面有多少錢 那34億是針對 40億裡面有多少錢 那40億裡面我們 其實我們補助的金額是在15萬上下 那為什麼上禮拜你們的農委會的官員 來我們辦公室說的時候說 現在目前你們沒有補助 然後這些補助是應該要由經濟會的中部辦公室來補助呢 其實這個白衣基金是行政院經過國外會跨部會合作訂定的 將來未來也絕對是跨部會 如同院長講的 從生產端到消費者的參桌 現在就抓出來了嘛 就在院長面前就被抓出來了嘛 你農委會也沒有補助 然後經濟部也說他沒有啊 他只告訴我們說有一個40點多億的這個錢 結果裡面什麼都沒有 院長你看到 你如果這方面有特別關切我們很感謝 那這個事情要做 那這個事情分兩邊 那攤商的部分當然在經濟部 租廠的部分在屠宰場等 相關的在農委會 那錢如果不夠 相信國外院也會支持 我們會把這個讓他做到 隨著業務需要來作爭 院長我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中委員提到的生殖能的中心 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其實行政院一直以來在推動的 就是畜牧業糞便的 在利用的資源化政策 可是他推動了五年 所有的養豬 全國的養豬戶的投訴 只有一層去推動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很難推動嗎 因為堆肥跟所謂的藻器 就是藻渣的利用 對於農民在生產上面 它沒有辦法非常均質化 它每一次用的堆肥跟它用的藻渣 它都沒有辦法是一樣的 所以導致它不敢每次都採用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的廢棄 就是糞尿的這個廢棄物 再處理的這些肥料 那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處理的話 未來你花多少的預算 都沒有用 因為農民沒有辦法 他利用這樣子的肥料 他沒有辦法定量的去種植 你知道現在農民的生產都是 他們希望我種植的東西用什麼 他們定量 定質定量的方式去生產出計畫生產的農作物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改善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推動這個政策 那就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請院長 你應該要折成我們所有農業科技的部門 去研究怎麼樣使我們這些畜牧廢棄物 就是像糞尿之類的廢棄物 怎麼樣子再利用 因為目前再利用的方式 沒有辦法達到農民種植的需求啊 所以才會使這個政策一直無法推動 是不是陳主任 我認為過去有一些技術不成熟 或者管理不妥善 或者做法上不應當地的需要等 我們累積過去的經驗 這一次就一個專款 以及整個要做的 正式把過去相關的經驗 這一次一定要成功 我會特別要求相關部會 在這方面共同協力 地方政府也要配合 那這個部分你要折成哪幾個部會 一起來協力 就是農業科技的部分 對於這個畜牧業的糞尿 再支援再利用 這個部分呢 這一個部分相關包括農委會 包括環保署等都要來加油 我本身因為對這個養豬產業 會長關係也很熟 我會幫助養豬場 養豬的朋友 這一次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提升 對可是院長我必須要告訴你 現在你折成了這麼多單位以後 就像這整個 在這個支援再利用的這個過程當中 像環保署它就只提供 它就只補助潮車的部分 那農委會呢補助個別的場 可是我說的是 這整體的部分裡面 你從一開始的源頭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 就是我們的份量變成可利用的肥料的時候 我相信農民就沒有辦法使用 農民沒有辦法使用 你就沒有辦法推動政策 這一次我們行政團隊做出一些成績 都是各部位大家協力幫忙 我會要求各部位 那你多久要給我 不是只有預算篇在哪裡而已 我知道 對 事情要合作 我們這一次黃智慧做注文 就是14個部位合作 黃毅也是 那這一個事情的做法 我也會要求各部位 一定大家合作 才會到位 還有最後 院長我必須要跟你說 在這個百億基金裡面 我們編了很多 就是一些行銷的費用 去宣傳我們的 我看到有1.53億去宣傳 專業者使用國產的標章 還有去補助他們 我覺得這已經沒有必要了 這一次突襲性的 這個萊豬的政策之後 大家都知道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報告委員會 休息10分鐘 休息之後 繼續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terrible 現在繼續開會 請蔡委員 önemli職 rename 請堂時間為十五分鐘 謝謝院長 那是不是請我們衛福部陳部長 陳部長,請 不然我先請農委會陳主委 陳主委,請 我想整個一整天的詢問 讓院長先休息一下 那我先針對 我想主委應該知道 這一次因為去年都沒有紅胎 台灣的水源本來就處於一個很極端的 我們如果沒有它颱風的雨量的話 基本上會取在一個缺水的狀態 所以目前大概一起的停灌 那它所衍生的狀況 基本上在嘉南地區一起是已經停灌了 不過現在有一個呈現出來 就是說主委也有來我們嘉義 然後也有去過台南 有去匯康過針對這個雜糧 也就是這個玉米的部分 有米蕾因為 我們也知道說 它剛好修行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長期間 從頭到尾都沒有下雨 雖然玉米它是屬於漢作 它是雜糧漢作 但是也不能都沒有給水 所以這一次來看起來 呈現的就是說 農民有減散 這個減產 它又變得 你要說它是天然災害 的一個認定上 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要呼籲主委的就是說 在思考這件事的時候 能不能以這一次因為 漢災然後因為都沒有下雨的 這樣的一個因素 整體性的來看 這一次玉米縮成減產的問題 然後不要把它淪為 每一個鄉鎮這裡有天然災害 那裡有沒有天然災害 不一樣 我也說有沒有用一個 一致性的方法 然後來解決農民的這樣的一個困難 我非常同意委員的建議 而且我非常感謝委員 只要在嘉南地區的農業問題 都第一時間反應給我 而且我們還一起下去包括 嘉義的益主、陸操 這個所有的雜糧區 其實事實上 它都有來的背 我去看過 後來看起來就是說 那個認定上沒辦法 跟符合達標 應該是說 我們去年 一開始感染的時候 十月去看的時候 那些玉米 其實就是受到感染的影響 包括說 第一時間宣布 如果可以領取這一個 感染的災害 救助完之後 那個穿六塊過年的時候 我們甚至還說 讓他 該有的說成不好的時候 不免說去符合 所謂的綠色環境獎勵的部分 這件我告訴你感謝 我告訴你這件事 你可以最快的速度的瓦斗通過這個 都不用說 一定要加上這個修行量 跟瓦斗這個綠色獎勵金 後來在今年一起 那因為不得不停灌 加南一萬九千公頃的面積 因為所有水 給我們也不夠的時候 那也做了這個決定 那也感謝委員的建議 所以讓我們所有農民 八萬二九萬三 都在過年前已經都發了 但是現在的乾旱還持續的在影響 這就是今天委員的質詢 因為這樣的一個影響 我們認為到春雨 非常目前還不是非常的樂觀 如果加上用水有減少的話 那可能農民所種植的這一些 那一個我們的乾旱的 我們的這一個比較屬於 那個乾作的這個雜糧的部分 我們很樂意來協助 有幾個如果是有達到二十Percent的天然線性在救助 當然絕對是零 一萬六一公頃一千六 這個沒問題 如果沒有的時候 那各地區所受的一個影響的程度 那我們會具體的來了解 那該有的 主委我來講現在麻煩在哪裡 因為現在是變成說 當機乾沒有給水 沒有給水它是減產 它減產並不是說 它的油米沒有發出來 但是因為沒有水分 所以整體都油米都比較小 它問題在這裡 現在問題來了 有很多油米實際上已經收成完了 已經收成完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面對的就是 農民之間會有不公平的狀況 有的已經收成完了 可是它也是減產 所以我才說 我們這一次應該要一致性的來看待 然後我要跟主委說 我們一直鼓勵農民要轉座 黃曉鈺是我們期待他做的 可是你也知道 種植漢做 種植玉米的 基本上它的收成比 跟種植水稻的是差很多 所以 它本身它就比較辛苦 我們沒有給它水稻 然後 住到這種庭館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也沒有提供什麼幫忙 我們只告訴他說 你符合天然救助的時候 你再來找政府 我覺得這樣我們對這裡 這裡漢做 已經十年了 我們對他們是過苛刻 所以我說主委你可以用更 宏觀的一個看法 然後來處理這一次 這個漢災 然後這些種植玉米的人 他遇到的狀況 所以委員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漢災的影響 它是避延性的 它不像水災一來 因為損失就知道 它是漢災是一點一點累積 所以 雖然農民已經有的收成 有的現在在收的時候 這個部分 我們的全部 從去年開始 從去年十月 我們就對話說 其實這道的漢災 剛才影響全台灣 所有的農產品 也不是跟阿玉米而已 那有的水 太小粒 不大 都是受到這個 沒有給水的影響 我們會完整的盤點 所有干旱對農作物的影響 那 後續我們用什麼樣的一個 救助的措施來協助 你這樣就用心 然後再來拼勾一下 這樣比較拜託你 好 感謝主委 好 那主委可以先請回 來 我接下來請教我們 我們部長 我想 部長 我們所率領的 整個防疫的團隊 給我們議長的一個支持之下 我覺得說 這次我們的防疫 是有夠成功的 那不是我們的娛樂而已 是世界 全世界都會娛樂 也因為全世界都會娛樂 我們台灣防疫做到這麼好 但是我現在 我有一個擔憂 這個擔憂就是接下來 我們今年都所面對的 大概是防疫的第二個階段 就是這個疫苗已經出來了 因為這個疫苗出來了 我有幾個問題 因為我看很多人 包括郭敏東 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 一直在講 在鼓勵這個中國疫苗 是這個中國疫苗 有它的問題 它只有二期的報告 三期報告 人體實驗都沒有 沒有三期報告的情況之下 叫我們台灣買單 叫我們台灣買單也很奇怪 我上午看到國民黨的立委 就說 部長你未來進的疫苗要不要先打 我也想要叫馬英九出來說 他要不要帶頭 去施打中國疫苗 不然你這樣 你怎麼看 我想這疫苗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還是要用科學的方法去應對 那我一再講 只要是安全有效 那相關的數字 相關的一些技術性的資料可以提出來 那專家會來研判 那到目前這些相關的科學性或技術性的資料 我們都沒有看到 所以現在連起頭都有困難 好 那我想要請教部長就是說 因為針對這個疫苗 不管是我們接下來 我們有可能的 進的不管是 AZ或是BNT 或者是我們可以有 本土的 莫德納 莫德納 甚至我們本土的疫苗 現在在二期中 然後我們也期待它可以順利的開發 我們自己的本土疫苗 但是我一直齁在看一些相關的paper 我看不到就是說 到底這個施打疫苗 然後它是因為施打疫苗 讓人體對於這個武漢肺炎有了抵抗力 那有了抵抗力 是不是代表病毒被消滅 這件事不知道 沒有 現在可能知道就是說 就是抗體跟抗原是會同時存在的 抗體跟病毒會同時存在 對那如果抗體跟病毒會同時存在 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代表著說 我自己有抵抗力 所以我北斗 我去北斗來的時候 我不會發白 可是我有可能會有傳染力 部長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存在 現在大家的認知就是說 打了疫苗之後 對於重症 不會比較重 但是是不是有病毒在身上 有可能 那這些病毒 會不會傳染給人家 或傳染力是多少 那現在這個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嗎 所以說 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整個國際上的 針對這個疫苗的實驗 這塊也都沒有很清楚的說明 對現在可以說是 對自己 施打被打疫苗的人 人的保護力是增高的 對 那是不是一定在身上 就不會有病毒 那現在大家是認為會 然後第三個 這些病毒是會傳染給人家 或傳染力多強 那現在這個還是一個 大家在研究的 所以現在還在研究 對 所以我要說 這會接下來 因為 如果這樣的說法 是成立的話 如果 甚至我假設 他還有傳染力的話 我保證你們很辛苦 我們未來 我們的行政團隊 很辛苦 你們的辛苦 變成說 哇 現在 有的人已經施打疫苗 他施打疫苗 他可能出國 然後他回來 他染了病毒他不知道 甚至國外有人 他打了疫苗之後 他來台灣 他因為打了疫苗 他不會感染 他自我的保護力看 可是問題他還是有傳染力啊 你在 在美國 在 在其他國家沒有差 因為他們 都好嚴重 他們都好多人 他們整個病毒幾乎是蔓延在社區 都已經社區感染了 可是我們台灣不一樣啊 我們台灣 你們過得這麼好 現在台灣 我們 染病的 本土染病的 不到千分之一的機率 不到千分 不到萬分之一的機率 是會染病的 十萬分之一還不到 如果以這樣的程度之下 接下來 部長你們在面對的 就是說 有施打疫苗 沒有施打疫苗之間 在我們台灣 如果他的傳染力 還是有秩序蔓延的話 你要怎麼面對這件事 所以在提醒就是說 在疫苗的一個涵蓋率 沒有到達一個非常高的情況的時候 那千萬不要有期待 要打疫苗 就能夠把疫情控制住 或者就是說 在打疫苗的時候 還沒達到一定的保護力 就來任意的放寬我們的邊境 那就會造成一個疫苗的鬆懈 那可能會形成第二波的一個疫情 所以部長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的邊界的防護 不會隨著施打疫苗的 逐漸增高 然後就下降邊界防護 如果這樣講的話 可是未來 很多人會跟你拘捕 他會基於經濟發展 基於交通 基於旅遊的一個因素 他會跟你說 現在哪個國家 歐洲哪個國家 他的施打疫苗已經超過50%了 他們要求他 只要有施打疫苗的 人來到台灣 就沒有14天 的這樣的一個隔離限制 他都這樣要求的時候 你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很大的壓力 對當然會有壓力 不過目前到現在為止 這些國家 縱使打到涵蓋率很高的 都沒有在邊境放鬆 他們是在社區放鬆 像以色列已經打了 大概超過50% 那他們放鬆是說 大家有著打疫苗的人 可以去健身房 那台灣在健身房 我們從來都沒限制過 好 所以我想這個疫苗 這個我也是覺得 我們還是要積極爭取 但是這個疫苗 後續還有很多狀況 我想 部長還是要加油 我們防疫這麼成功 今年大概是防疫的一個 大概是這個叫做下半場 我想我們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部長也是幫你們加油 謝謝委員 我們一年來 防疫還是一個科學 那這一年來 我們很多重要的一些抉擇跟判斷 都靠著我們的專家委員會 提供我們最好的建議 那讓我們在政策的執行很穩定 有效率 全民配合 那未來的一年在打疫苗的時候 也是一個科學 那我們仍然會秉持著 在去年這樣的一個態度 收集國際的相關意見 專家來判斷 那定定政策 穩定的實施 實施 這是在今年我們會去做 那我相信 我們去年會成功 今年我們仍然可以維持一定的效果 好 好 那謝謝部長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蔡委員 繼續請吳委員 施懷 執行 有請院長跟陳部長 首先請問院長跟陳部長 首先請問院長跟陳部長 疫苗採購跟施打是科學的問題 依據科學 第二個原則 買得到 第三個原則 符合國際的商業規範 所以總統府都曾經發過新聞稿 這個疫苗的問題是科學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我們不應該用意識形態去拒絕任何 在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有效果的疫苗 這點院長跟部長認不認同 疫苗採購應該是科學問題 不應該有任何政治操作 好 剛才我也聽到今天一整天 陳部長答過好幾次 他是整個防疫是科學問題 不是政治不是意識形態 我們先確認這個觀念 接著我要講剛才所說的第二個原則 買得到 才是一切後續防禦作為的基礎 如果你連買都買不到 什麼都不必談都是空話 部長認不認同我的說法 對 那現在我們基本上 買得到國際疫苗 現在是有簽約的 是已經有兩千萬劑 好 這些數據我等一下再會問部長 一千九百多了 所以我們看看 去年八月 阿扎爾部長 美國的部長來就說了 以美國優先 當美國滿足了之後 才會考慮給其他人 那麼今年的一月 歐盟也說了 你要離開歐盟去賣給別的國家 我會不同意要管制 這些事實 我想指揮中心早就掌握了 那麼我們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蔡總統曾經講過好幾次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解決問題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 或者因為這些變數 不管是廠商的問題 藥廠的問題 國際干預任何問題 都不是政府可以開脫的說詞 你們必須解決問題 這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我們接著再看 那麼看到你們的報告 我心裡有一個很嚴肅的感觸 世界各國早就已經卡位了 你們看看我PowerPoint上說的 但是你們今天的報告是寫什麼呢 我們的防疫做得早做得對 做得最到位 這三句話我承認是前半場 給你們肯定 政府從行政院做得真的不錯 後半場 這三句話完全沒做到 我今天打出來這個資料 還只是英國美國歐盟 還沒有看以色列新加坡 更早在去年三四月就已經在做準備 那個時候的疫情根本就還沒有搞清楚 疫苗的發展 連個譜都沒有 我想部長你是專業了 一個疫苗的產生 光是第一期有一到十年的時間 第二期兩到四年 這是一個過去的常規 但是今天因為這個疫情太可怕 全世界各國都把其成壓縮 這一點我們沒有話講 但是部長 院長你們要注意 其成壓縮就會有風險 部長認不認同這說法 當然 以這麼短的一個期程 那也非常敗現在科學的進步 才有可能這樣的一個EUA 但畢竟也是一個緊急授權使用 那需要很多的後市場證據 來支持前半段的一些實驗的成果 必須要密切觀察 部長你應該是認同的 這個期程壓縮所產生的疫苗 全世界包含國產 等一下我會談 它都是具有比過去疫苗產製過程 較高的風險 院長應該認同我這個說法 因為你壓縮了其成 風險會比過去 世界各國過去那麼多種疫苗的產生 因為你其成壓縮 必然風險會提高 這個科學的認知應該沒有錯吧 對 這樣的科學認知是對的 那不過大部分這個風險 大概已經去掉四分之三了 因為風險是在一二三期之間的一個轉換過程的一個對受試者的一個保障 那當然這裡面在一二三期裡面因為快速的進行 所以對受試者 事實上風險是變高 那真的是非常的 應該說科學的進步 所以那些擔心的情況並沒有發生 我相信部長 我們從科學對科學來講 這些問題是存在的 對 即使有四分之三的科學因素可以排除了 還有四分之一的風險 是超過過去正常製藥或者疫苗產生其成 因為壓縮所產生的風險是比過去高的 原價是正確的 我們的認知是一致的 所以我要在這裡提醒我們的政府單位 要關注這個議題 接著我講講 我們不要把商業問題政治化 還是要符合國際商業的規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一段時間 我想你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空看到 中國時報今天的社論 把我們疫苗採購 從過去東洋也好 雅各城也好的變化 這是媒體的報導 但是其實我們也掌握了大多數的訊息 幾乎是正確的 中間有很多變數 有很多價格的問題 有很多 必須去找代理商 而你不去 這是一個國際商業的規範 其實我們不要有這麼多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一開始先問院長 這個是科學問題 不是政治 不是意識形態 而且 早上我看到好幾位委員也問了部長 今天 中國大陸的上海復興集團 這個旗下的藥廠 它只是 大中華區的代理 請問這個藥是誰研發製造的 但是在前半段是主要是在德國 那後半段輝瑞有參與一些 他德國BNT製造 後半段美國輝瑞加入了 他整個的研發 產製 流程 都是德國或者美國參與了 他不是大陸製的 這一點 部長認同吧 沒有 我們對他那個製造的品質跟實驗的數據 我們是一點都不懷疑 好 你不懷疑 那麼為什麼 只是因為 上 就是大中華地區的代理商是 中國大陸的上海復興藥廠 我們就要繞過他 國際上的採購規則 不是這樣子的 誰代理我就找誰買 這個跟意識形態 我不是跟中國大陸買 我是跟BNT 跟輝瑞 他在亞洲地區 或者大中華地區一個總代理 我去找他架購 沒有任何矮化 沒有任何意識形態 為什麼不循這個途徑去做呢 部長能不能簡短的回應我一下 因為在時序上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8月29號之前 我們是一直跟BNT的總廠談 那然後10月初的時候 在東洋有找我們談 過了一禮拜 雅各城有找我們談 那都有各種的因素 最後沒有成 那沒有成之後 那BNT總廠直接跟我們在聯繫 那所以我們是大概有相關的 他其他的一些契約行為 那可能就是由我們的對談單位 他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部長 我講 最後一個時間好像有這個問題 這段時間的類似的回答已經很多次了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了 我們問的問題重點很簡單 今天早上我們 鄭力文委員也問了 你沒有這些接觸 是不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如果有這個管道 你為什麼不去接觸 我們是買方 買方要主動去找人家買 我知道了 他幾月簽的約 你知道嗎 去年三月就簽約了 對不對 你應該知道吧 上海復興 後來我們進來這個訊息很清楚 怎麼後來才知道 這一點啊 院長 請你要督導一下 我也有時候很同情陳部長 我們整個國家防疫 尤其是疫苗這件事 是國際上的問題 不是衛福部的事 他一個人擔 所有責任他去扛 外交部在哪裡 經濟部在哪裡 這是一個國際商業遊戲規則 你為什麼不從 國際商業的規範 遊戲規則來走 怎麼會等人家簽完約 你還不知道 我們要去找疫苗 全世界找 政府要窮盡一切手段 為人民的健康生命安全把關嗎 怎麼會不知道 後面才知道 我這樣倒回來一步 後面才知道 要不要主動去跟上海復興說 我要買 透過你現在繞過他 找總公司 總公司新聞稿打臉打得很不好看 我們願意提供台灣 他有講這句話我承認 但是後面就不講了 我們在大中華地區的總代理是 上海復興制要 那麼輝瑞負責大中華地區以外 世界各國 他的新聞稿 是不是這樣說的 有提到 你說吧 是這樣提的 那麼我們就講了 很有趣的話 至於我要跟 BNT總公司買 他的求賞問題 違約問題 是 BNT跟上海復興的問題 不是這樣子搞 國際經濟貿易的問題 這樣那是他的問題不錯 了解 現在我們已經簽署的合約 現在已經在BNT了 那我們現在等BNT 最後處理這個合約的後續 那否則我們擅自來跟動這個 我們也有違約的問題 雖然還沒有簽訂 但我們已經簽字給他了 你這麼說 我沒有意見 國人在等的是 結果論英雄 我們也盡快努力 我不管你跟BNT買 還是最後回到上海復興 你買得到最重要 我前面問的 那麼你怎麼繞 怎麼搞 違約不違約是 他跟上海復興 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很清楚 我們跟BNT的問題 你跟BNT去搞 買不買得到 是你的重點 我想院長要關注這個問題 好 我接著再問了 疫苗採購不要淪為數字遊戲 我們政府 最後能夠獲得的數量跟其成為何 這個請你們要看一下 現在這兩天最新的 AZ 給歐盟的數量 減了三分之二 因為製程的問題 因為很多其他因素 沒有辦法 如其做出這麼多來 那麼答應我們的那一千萬計 現在幾可能會被延當 那麼 我 部長你也說了 這些目前沒有通知 我還是要提醒院長 我們政府做事情要超前部署 是我們前面前半段 喊得很棒 做得很好 我很肯定 現在要超前部署 如果 等通知 抱歉 我真的沒辦法如期如量 來給你們供貨 如果 那個時候才見招拆招嗎 有沒有超前部署 如果沒有怎麼辦 陳部長你也說過 國產疫苗可以銜接的上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照著這樣的一個時程 那國產疫苗大概陸陸續續 六七月就會完成EUA 好 當然這指的一切都順利的情況 你現在指的一切順利是 二三期壓縮同步實施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又增加一個風險 我想如果 抱歉 如果是國產的都做得到 我們何必怕AZ會不會延大 所以這個我請給一個明確的答案 讓國人放心 而不要 是是而非 這個出一個招 我就說如果沒有 我們國產疫苗也銜接的上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這是國安問題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都一直有這樣的準備 找跟AZ 那後來跟BNT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同時間跟Moderna談 所以後來在AZ就有延宕之後 那Moderna我們也很快就達成共識 我要提醒院長 所以這個缺口已經補上來了 這些可能的變數是早就應該預判 因為全世界都在搶 做生意的人都懂 我們不做生意我都了解 這種變數始終存在 未來還會存在 你有沒有應變計劃 我要問這件事有沒有應變計劃 如果來不及 如果來不了怎麼辦 再問一個經濟問題 世界各國的陸續解封 我們怎麼跟得上 如何跟得上 那這個是不是只有疫情的問題喔 經濟外交政治 大家都開放 我們開放不了 或者我們還限制別人的入境 請問整個經濟如何復甦 這些都請納入考量 會 以現在的情況應該是說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喔 副長 我不認同這句話 太自信了 我去年12月執行院長 特別提過一個觀念 請你要注意 當我們的內閣政府官員 太過自信 對國家來講是個危機 你說各國都要看我們 這句話會有歷史的計劃 如果以社會的社會內部的進攻 他要跟上我們 首長是不是要主動打 請院長或者部長 你們要去跟總統建議 全世界各國的首長 都主動打了 這個是部長應該要建議的 最後我想疫苗是科學問題 是國安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一定要記得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賴慧炎委員 陳廷輝委員的執行均與書便提出 請行政院書便答覆並列入紀錄攤登公報 繼續請溫委員玉霞執行 我請蘇院長 好 蘇院長請 Len readable 我們請á ,我們請你殺害 22 inclusiv 請死 蘇養 先生 郭文貴 局長 Il 委員 廣東 您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小節 我們先不講 新年快樂 Kaiyêu 希望我們經濟和立法有一個更好的互動 我們共同來替老百姓打招來作為福利做一些好事 這樣才好 好 有一件事要請教議長 本市一直在關心核酸檢測的費用 你看從十一月份就開始了 秋冬專案一開始我就一直在問 核酸檢測的費用 一而再再而三的問我們的衛福部的部長 部長也有答應說 部長你請一請 部長也有答應說要降下來四千五 但是我委員會問到記者會 結果都沒有什麼消息 還停在七千到六千 來 拜託你給我看這個影片 他跟我說四千五 結果呢 那有 影片給我講講 他已經兩禮拜五了 有沒有下文 會不會有變卦 我們部立委員已經降了 現在降到多少 四千五 四千 他說四千五 頭頭有聽到四千五 到現在沒有來你再給他放一個 收據七千的給我看 十八再七千而已 這 衛福部的收據 難 這就是部立委員的收據 五個人去做 三萬五 一個人是算一個人七千 哪有那麼一樣 欸 我是他一直用一直接到 對啊 啊沒有啊 一直 欸 因為 部長他講的 啊講話沒尊散 國會殿堂 啊講話跟我們沒尊散 他講話跟我們沒尊散 他講 你看我怎麼處理 你看 你怎麼處理 就是啦 你都一直很注意這方面齁 真正 但是 部長也不是說 亂講 他確實 是 後來就這個方面 一方面 部立委員這裡也有工啊 一方面 他 照醫療法 這是 管市政府 跟他們那次來頂 但 維護部 也是都有一個 準則 讓他們參考 啊這 不是要賺錢的啦 這 都還不合 所以 他們都要請 這 做這些 一些這些東西 是這樣 議長啊 你跟我說不合 我這就不三個相信 全世界齁 只有我們的國家齁 加 英國 最多 英國四千幾 我們的國家齁 六千到七千 我們的最多 沒有來 你來看 一些朋友齁 都由全世界 給我這個 資訊齁 平均 差不多都一千 六千五千七 左右而已 齁 美國比較多一塊 也三千塊 一百塊米金 也差不多三千塊 但是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 我們的收入 跟我們的支出 不平衡 為什麼我們的GDP 也沒有比別人更高 啊 我們的消費支出 也沒有比別人更高 為什麼 為它這個 核酸檢測 會比別人更高 這就要請保長來講了 齁 齁齁 齁齁齁 保長其實保長都把我打太極啦 沒有啦 一次兩天三天 我四次跟保長接觸過 他都把我說好要減 結果也是沒有啊 現在保長現在還怕太極 沒有啦 他是衛護專家 不是太極專家 他講的沒問題 但是 我會說 確實你上次跟我質詢的時候 齁 那我有答應就是說 其他單位 因為我們沒有直接的管轄 齁 但是對於部立院 齁 我也建議他們 齁要來降 那時候我是建議他們降到四千五 可是對於成本的這樣相對的一個計算 他們覺得最多只能降到五千 所以部立院現在都降到五千 那七千只能是一天的快速檢驗的 一天的快速檢驗 現在齁 我要跟保長講齁 快速齁 因為我們是三天 人要到哪一家都三天 包括坐飛機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快速 你如果沒有快速齁 你今天減少 後天出 明天後天拿到 三天走就過去了 所以一定要快速當天取見 一定要當天取見 所以等於說是 一般就是等於說是一天的建數 今天時間不要再出國 現在這些人不是要出國出國的 現在這些人有可能是 留學生 有可能是要出外面賺錢的 也有可能是現在疫苗了之後 要做業務一定要去用到 我們 共和平國 我們是都靠一個出國導向的國家 我們要來賺外匯 一些人一定要出國 現在這出國不是要出國出國 所以這不是要給他們一個好好的交代 欸 七千塊實在有比較多 別的地方都是千幾塊而已 第二 你跟我說幾次 等一下喔 你跟我說幾次 這就是 我們要尊重人的 人的身份 現在是要尊重 尊重地方衛生局的問題 要尊重人的 那個便宜 但是 第一 我相信 第一次要訂這個價格 你是衛福部訂出來 四千幾一萬 但是都沒有人在收四千 大家都收六千七千 你都要取中間嘛 所以你今天是不是有一個公法 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公費 你也知道公費只有三千而已 紀念三千會做一 是怎麼一定要六千到七千才要做 但是我給委員先報告一下 公費的時候 因為我們對每一個 成立這樣的一個檢驗的站 其實我們公費有把它補助 相關的設施設備 還有基本的設施設備費的費用 而主費的部分就沒有 所以公費就要給我們 比較多 第二次來說 他看很多國家 你的調查和我的調查 有相關不一樣 我們調查起來的價格是比較高 但是 我有收據 我這個人擺來國家也有收據 來你的擺來國家的收據 讓我們看看 相對 人家的比例十四十六塊點八一的 那個歐元 人家的制度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在報告委員報告說 我們這個檢驗試劑器一直在變 檢驗的儀器也在變 那現在呢 大家檢驗儀器要抓在他的折救的時間 是短還長 那基本上在醫院裡面 我看過他們相關的一些成本分析 應該也送給這個委員 知道嗎 我幫你 我幫他拖十八號 拖到九天再來 一定你評論一下 相關的檢測費用 要拖九天才拖得到 這是不是 不知道在做什麼 要拖來拖去 拖來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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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檢測費用 一支是六百五十五 七百五十塊而已 六百五十到七百五十的成本 然後你要加上人工費用 加上其他費用 你不可能從六百五 漲到六千把 漲到七千把 陳大綺 一般的運勒材料費 大概都是一千五到兩千五左右 一定有 我們要替我們的國民 精出一點 便宜 便宜差不多三千兩千 對來講沒什麼差 但是老百姓 三千兩千 對一個家庭來說 因為他要出國是要做生理 不是要做的 他是真的有影響的 你看剛才我們的報告裡面 我們本來一天是五百驗 對不對 現在到一天是一萬三千驗 這個一萬三千驗 如果生意七千塊 來說 九千一百萬一天 一天就可以拿到九千一百萬 這數字真的很大 欸 欸 沒有啦 沒有啦 一隻 減減五千驗 一萬三千驗 現在一隻可以減減一萬三千驗 你看 很努力的啦 對阿 第二點啦 沒有啦 這個喔 委員你也知道 政府也好 地方也好 沒有用這個賺錢的啦 我們 如果可以減減 我們盡量再來參加 阿你現在開頭來 伊長 你現在給我打臉一下 我給我講一句好嗎 我給你講 我給我講一句就好 你講話要尊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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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一天五百驗 現在一萬三千驗 但是事實上 我們沒有一天都減一萬三千驗 我們現在中共自費公費 這樣一年多了 我們中共減差不多二十八萬驗 這不是說 一天我們一萬三驗 在用 那一萬三驗在用的時候 價錢可以減 因為相關的 折舊 都不要說了 現在時間也有空 你現在跟我講 我們做政要感受多少 現在用快賤 快賤 會極賤 一天就可以 因為現在大家出國都是要極賤 幾乎大家 而且人家都拜託 我很多朋友現在回家 已經回家幾年了 現在要出國 讀小孩也要想要出力 出力讀小孩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拜託 要檢驗 大家都肯一肯 說七千塊 幾死人 幾鬆鬆 我們怎麼不要折舊 現在拜託 給我一個確確答案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 外面的老百姓都在聽 有嗎 有要折舊嗎 要折多少 不敢跟委員這樣大言 說一句 你就是要折舊 我會怕 但我會求各個醫院 大家來談一下 醫院現在也很辛苦 醫院不是說現在大家都很好過 醫院這麼好過 醫院現在不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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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意思是醫院不難過 只要拿這個來報 這樣嗎 沒有 所以你不可以讓他料太多 對 哪裡了 百人1500塊 百的國家1500塊 1500塊 1600塊的做事 我們要做到6000塊 7000塊 他們的佔人很多 他們一天可以丟的人很多 所以相對的成本低 我跟你說 我們 一些人要家裡也是要拜託 客戟也是人很多 一些人要家裡也是要拜託 要減壓 很多台上朋友要出移 他們回來一檔 公司如果沒有回去 公司要回來 所以一定要緊回去 要緊回去 都在拜託要減壓 我們有犯罪量 所以這 一客戶如果沒有人 就三萬五 因為要把這個樓 要緊急的時候 才可以去減壓 才會快 所以這是有一個 國家的防疫政策 你現在還說多少 可以做 這樣就好 你說四千五 你跟著四千 不然你是不是說 四千到五千 改定一個計算 五千塊建 幾建五千 四千有一種普通建 因為你紀念 公費的三千 就可以減 我現在不說得好 不敢跟你說 你還不敢說 不是還在怕太極 一直我告訴你 他都在怕太極 我剛才很早跟你說 你不跟我說 我們做得很近 一直跟我們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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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建五千 多在一場 一般建五千 兩千交貨 我們現在說 一般建四千 因為你有說 以前你的公告 四千幾幾萬 你如果四千 跟五千 這樣是不是可以 幾建五千 一般建四千 我這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是為了全體的國民 我們的國民 我們的收集 沒有比別人更高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 負擔比別人更多 因為我們拚一個好 還要負擔比別人更多 你如果這樣說 就不應該 你又分你拚一個 我們後幾位都沒有拚一個 美國都沒有拚一個 我們台灣拚一個 他們的量比較多 他們的量比較多 沒有啦 同樣啦 大家都在拜託 所以我們量也是很多 現在我現在 你要給我一個 拜託 你要趕緊 我十五分鐘而已 已經給你 幾個分鐘去了 快點 跟我說一下 你多少的做事 拜託 委員 已經被你嚇到了 政委 他這樣好意 說一個要五千 他就要給你看看 這樣讓你對半年 實際上 委員這個為八十來 政策這個 他感心 不然你這麼好 才有這個主張 差到幾個 我們八十來 八十沒有人都好 唐小孩子也不是好 沒有啦 你為八十來 說這點很感心 現在是這樣 給部長 他會盡量 來占擇國 政行 但不敢在這裡 像法家 他不敢這樣說 他給他了解 多久的 這不是要用賺錢的 這個 原則十幾 有這樣 不要說 利用這個機會來賺錢 因為這裡 大家 這麼困難 當中 不可以這樣 聯合台價 政府部長八十來不急 三經大經平衡 台地 三重 二重 三經 港價 他們是指標性的意願 如果他們三間 降價的話 我想跟著 後面跟著就會降 你不用說什麼 部立意願 什麼什麼什麼 樞利意願 三經大經平衡 大家一對在講 對 政府 政府部長就來不急 還有賺錢 沒有啦 你放心 給部長他了解 這海裡海裡造成民營我告訴你 這個衛服部的海裡海裡造成民營 這個政府賺錢怎麼做 這對你影響我最初講的 大家都學到的 大家也都體諒 這點很感謝 部長給我一個星期 一禮拜我可以在台府看多少錢 不要再閃了 不要再怕太子了 沒有啦我最初就沒在閃了 你這個跟他講我就會跟你講 我說兩禮拜 兩禮拜不是說兩禮拜我會接待來開會 兩禮拜來接待來開會 不是說兩禮拜要決定 兩禮拜接待來開會 這樣好 兩禮拜好 我現在要請問 現在如果做疫苗要回來 外國的 現在我們三月一號開始 那些低風險國家要接待的時候 他就可以申請 減低 集約數 自主管理的時間 現在像很多美國都要回來 他們進入消息 他也不可能回到這三禮拜四禮拜 有可能是一兩禮拜 他又有可能降低 他這個 解疫的時間 我們過去都兩禮拜 加三 加七天 我有這個研究 確實在國外也有很多人來反映這個事情 對啊 做生意人就不可能 一五月兩五月 不可能 現在這個科學的政府來說 就是說有可能你出過疫苗身上還有可能有病毒 這個傳染力到底多強 那這個科學的證據還不夠 所以我們會等這個科學 再來我告訴你 你的檢疫 檢疫的 煮疫苗的順序 你沒有包括才要出國的人 你 軍政什麼都第一線人員 可是你就沒有包括這些需要出國的 像學生啦 好像是做業務的 還是說這個 你是不是要把它放鬆 有必要的時候 他們可以優先施打 你這樣人家優先施打 當然都出國啊 可能會考慮要自費來打 考慮自費打 對 啊我們的經濟可以考慮自費嗎 因為你的疫苗裡面有很多種嘛 啊我們他們可不可以 好謝謝 謝謝 溫委員 接著 賴委員瑞隆的執行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 打呼並列出記錄刊登公報 繼續請 換委員 雲 執行 我想請那個蘇院長休息啊 我今天是最後一個就問陳時中部長的話 不好意思 陳時中部長 最後一個了 那今天我就跟您請教那個如果時間夠的話四個問題啊幫民眾就是 解惑一下 一个就是疫苗施打的顺序 另外一个是疫苗跟我们这个边境政策 如何逐步开放的问题 其实有三个问题 第三个是我们国产疫苗的安全性跟速度的兼顾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政府如何 大力支持国产疫苗的研发跟新药的部分 那先跟部长报告一下 那我的团队做了一下研究 那我们其实看到就是 包含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纽西兰 那当然每个国家因为疫情不同 然后他们关心的重点不同 那施打的顺序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 那当然一样的部分也很清楚 我们台湾已经是还跟很多国家一样 那我针对不一样的部分 跟部长分享一下 比如说美国就16岁以上 所有的民众都是优先的 那加拿大列入了原住民群体 那德国就列入了孕妇的接触者 那意大利跟德国都列入了教育工作者 他们认为教育工作者是高风险 那跟台湾情况比较类似的纽西兰 列入防疫工作者跟医事人员的家庭接触者 那我是在想从这里面来看的话 那不知道我们台湾的目前公布的施打顺序 是不是最终的版本 那会不会针对像我们刚讲 我觉得有些值得考虑的 医事人员跟防疫人员 他的家人就是家庭接触者 因为我们从那个布陶事件发现 他们风险蛮大的 那还有包含就是 其实也是维持我们社会基本运作的教育工作者 那会不会考虑就是说也进行评估呢 对 但是我讲每一个国家基本上差异不大 结构上都是以医护人员为先 然后第二就是以防疫人员就终 这两波传说我们在讲是保护大家的人 然后第三个 就会是风险族群容易受到伤害的 然后第四个才是一般 那这里面在比较需要讨论的 当然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教育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因为现在的疫苗 我们也在考虑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疫苗目前来讲 大部分18岁以下的研究都不够 所以所有的疫苗现在都没有在打18岁或16岁以下 那换句话说在老师有可能是一个代言的可能性 那进到学校这样就引发群聚 那学生受保护不足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是会被考虑的 然后另外的刚刚再提到就是说 以这次步逃大家看到家庭的亲密接触者 那尤其风险高的医护人员 那当然有可能形成这 这也都我们在考虑里面 那前两天我觉得有一个市政委也提到说 大楼的管理员等等的 或者帮大家在量体温这些人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请大家一面造册 那一面把相关的意见都纳进来 那请我们的预防接融组 那预议考虑 好 很高兴听到部长讲有在考虑中 那我想参照欧洲的经验 的确是教育工作者跟医事防疫人员 他们的家庭接触者 那也蛮值得在第一个阶段来考虑的 那再来我想请问的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我查到就是说英国 法国 美国 意大利 德国 纽西兰 加拿大 那他们全都是全民免费施打 那包含非本国籍的非法的移工啊移民等等 那当然我想就是目前政府的政策有两种嘛 一个就是我们刚讲要优先接种的对象 是公费施打 那其余将近一千万人是不是都要自费施打 那政府会不会考虑有一些补助 那另外也是还有包含就是在台湾的外籍人士 那他如果不在这个优先接种对象内的话 那目前有没有开始规划了 基本上我们的政策大概就是 只有在地的概念啊 没有说你国籍的概念 不分国籍是吧 基本上因为你病毒也不会说在台湾只会传染给台湾人 那外国人就不传嘛 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是一个代言者 那这会形成一个威胁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力来打 那当然对社会的保护力会好 所以基本的概念还是说 大家都是同一个生活圈的人 那能够还是照着我们这样先后顺序 只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别的不同而没有国籍别的不同 部长这个考虑蛮好的 那接近一千万人都要自费施打的部分 目前有没有在讨论 就是说政府会不会部分补助呢 或是 为什么委员会觉得一千万人要自费施打 我是从你们算的那个人数说 如果啦 我说那个 当然他们很多可能不会来打 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其实跟 有关系部长可以待会在一起回应 跟下一个问题有关 那刚刚那个蔡宇委员也有问到 就是那个 一届普遍估计需要60到70百分比的疫苗接种率 才能阻断传播 那美国这个首席传播专家 甚至认为要70到90%都有可能 那当然我们目前台湾的政策就是说 不强制人民接种的 那可是就像刚刚蔡委员讲到的 那可是目前我们疫情不错 所以其实有意愿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那可是远见有做一个调查部长 应该有看到 台湾是有60.3%的人 他愿意打 但他的前提是政府免费 所以我刚刚在讲就是 公费的部分可以不用讨论 那那些自费然后意愿的话 那如果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种的意愿 所以我想超前部署 可能部长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想要提升打的这个几率的话 那可能就要考虑这个费用的部分 有没有部分补助 或者让大家有个谱 有人可能在思考有些用流感疫苗的思考 就一部分我们是没有用公费打 那Covid-19我们这都会用公费打 应该传染力毕竟还是比我们的流感要长 那致死率也比较高 然后第二有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会进到我们的自费的市场里面去 就有些人就是他在顺序里面还没有轮到他 可是他有这样个人的一个需要 那都可能要考虑用自费来打 合理的个人的需要 那就可能用自费来打 比如说我还没轮到 但是那我就有出国的必要性 那我们可能会流出一部分的疫苗 那供这些自费的使用 但是不会是完全满足了 是用一部分的 好 谢谢部长 那我想另外一个跟就是打的意愿有关的问题 就是这个疫苗打了之后 对它的边境开放的权利是不是有影响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它研发正在已经研发说要Covid-19的旅行护照APP 那另外新加坡纽西兰卡达英国的航空公司 都将参与适用 那以色列跟希腊这两个国家也彼此签署协定 互相承认疫苗的证明 那昨天那个部长有讲到 台湾也在考虑启动小规模的旅游泡泡 这个部分就是有限度的小规模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像这些国家 就是可能会或者一些已经宣布 会有甚至什么电子化的疫苗接种证明等等的话 那台湾有没有在考虑要有这个接种疫苗的话 给它一个电子证明 那如果在开放边境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说会有这个权利 那另外就是 刚刚您昨天讲的那个小规模旅游的泡泡 那是不是已经有在接触的国家 会不会是前一波所讲的 帛琉或者是日本呢 大概目前来讲 就是说要用旅游泡泡 那日本我们大概是没有办法考虑 它现在一天它有1500到2500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人 那会考虑是帛琉这样一个零确诊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样能够适当的促进有邦交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泡泡 我觉得是值得做而且也可以做也可以安全的来做 然后第二在疫苗的上面 大概相关的疫苗护照 当然WHO现在还是建议 它没有建议说不要做疫苗护照 但它建议说不要拿疫苗护照当作边境开放的一个替代证件或条件 换句话说大家都可以来研习相关的这些规格 跟它认证怎么样来做的一个国际化 那但是呢在目前还没有办法apply到实际的生活来使用 所以这我们会持续予以关心 那您刚讲说WHO并没有建议说不要做那个 有没有打疫苗的那个护照 那台湾这方面我们会不会发给民众就是 这方面的类似护照或者是证明呢 我们现在考虑几种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未来再施打疫苗 我们可能还是要运用整个的一个健保的一个系统 来做一些快速的准博跟资格的认定 然后跟使用药物然后时间上的一个建议 让这些能够不要说有出错或是很耗费时间 那未来如果有疫苗证明的需要 那可能有健保的系统再来做发展 好我想这部分那听起来蛮好的 你们在讨论中那可能会透过健保卡的系统 那如果需要的话透过这个部分 那再来我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国产疫苗 因为也是远见的一个报告就是说 大家其实第一个是想打的就是国产的疫苗 那可是也有人对国产疫苗有三个疑虑 那部长应该还蛮清楚的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其实病毒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目前食药署决定不要做到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人数 那我们跟其他国家比 譬如说我们的联雅是3850 高端是3700 可是其他国家都是上万 当然也不代表说数字比较多 就一定比较准确了 因为这个到一定大的数字之外 也许它效益不是那么高 那昨天部长有讲就是说 那个观察期是一个月 那这其实也是缩短 所以想请问部长就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很希望能够尽快上市 因为这么多人想打国产目标 但是一旦打了之后这个安全性 就是说部长就是可不可以在这边 针对这三个疑虑可以说明一下 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国产的疫苗 那其实从最早一开始 我们想要对于它的一个研究的上面的一些补助 那总共大概就是那时候目标是四加 那一加速度实在是跟不上 所以大家就放弃 那一起玩的后 大概有两家能够依序的进来 那有一家还没有 这算是我们成功率算是非常的高 那在接下来我想安全性 大概做一定少量的这样 不知道少量一定数量的 其实安全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然后因为这里面来看的话 你纵使里面都会发生 大概都是到了万分之一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国外的会做的数量特别的大 因为他们主要做的一个试验方法是测它的 换句话说它是看看它在一定量有打过疫苗染疫的可能性 跟没有打过疫苗染疫的可能性 所以它这里面受到一个单地环境里面 是不是以前有抗体人的一个污染很大 所以它必然要有一个大的样本 然后在统计上才能够得到有意义 那台湾因为都没有人 不是说都没有很少人染疫 所以在社区里面存有抗体的非常少 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很干净的社区 所以直接用EFICUS来做几乎不可能 因为打了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的人 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其实都不会染疫的 所以我们会用相关的 用所谓的一个抗原性 免疫抗原性来看 好用免疫性抗原性 那因为这免疫抗原性 那因为这很科学的测定 我们血中抗体的Titer 所以它相对上不是用这种统计的数字来 所以它可以用比较少的样本 就看出它一个正确的效果来 所以我们对国产疫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做 我们是有信心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是因为这国产疫苗发展的比较晚 因为你一开始如果你是充第一个 你大概就一定要去做这个攻读 或是做Efficacy的试验 那因为我们有相关别人做出来说 现在有效的人 他的Titer是到多少 那我们只要比这个高 或是他的倍数很少 我们可以推论就是说 一定有抵抗的能力在 所以是我们发展 稍微晚一点点 那个引用前任 已经在临床数据成功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然后我们做一个比较局的参考 那另外 我们未来在进来国外的疫苗时候 我们现在也 委托了两个计划 一个当然就是从我们国内以前染疫过的人 大概900多 但有一些已经出国了 那对有效的样本里面 我们可能要抽血来看看这些抗体能够maintain到多久 然后多高 然后第二对未来将来进来在做国外的疫苗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征求受试者 那观察国外的疫苗进来台湾 打的一些抗体血液内的变化是怎么样 那注意让我们在做 国内这些疫苗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所以 国内人大概 远见做的是60% 那我们做的是65% 那远见后来又有附一个 就是说如果第二轮之后 那打的有安全 那就会增加40%等等的 我相信大概 国内要推到70几% 应该是有它的可能性的 好 谢谢部长 那的确是我想有澄清大家的 外界的有了一些疑惑 那您的解释也非常的符合我了解的就是 科学跟这个相关的知识部分 谢谢您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有20秒 我想就是针对国产疫苗的部分 我知道政府已经做非常多 卫福部有专案 然后疫苗研发捕捉 那可是大家非常的渴望 是不是可以有 疫苗国家队啦 或者是前天的新闻说我们的阳明交大友 找出潜力药喔 透过人工智慧跟大数据喔 那可能五六月可以投入临床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部长 可以跟院长争取 让我们的国家疫苗跟解药队 也可以能够快速的让大家更有 所以在 在疫苗里面 那我们这院非常的 会有疫苗 在厂商会有疫苗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国家 对于国家的疫苗 的一些大力 和国家的力量 我相信 好 好 谢谢范委员 报告委员 今天排定的执行的委员 现在都已经巡答完毕 谢谢书院长及相关部会所长列席答复咨询 这以下之决定 一 将国委员 发言记录及书院 执行韩宋行政院 请就位答复部分 予以书院答复 二 已提出之 思念咨询 善未登在公报者 一例补刊 三月五号星期二 上午九点继续开会 进行行政院院长提出 施政方程及施政报告并被执行 现在休息